很担心台湾问题的时候,关于新冠疫情,似乎风波还未平息 在昨天4月8日,国务院举办一个新闻发布会,由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沈鸿冰主持 表示有人将新冠溯源政治化,这是中国科学界无法容忍 代表中国科学界炮轮在世贸组织中,有些官员肆意否定正确观点 似乎是大节奏,完全违背了科学精神 事源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有一位世卫的重要官员 我不知道是谭德塞还是谭彩德,因为我都不知道 经常被世贸混乱了 我也分不清楚病毒和世贸有什么,这位干事的正确的看法 不知道谭德塞还是谭彩德 现在我们都不知道新冠的索联在哪里,大家都非常混乱 这位不知所谓 因为怎样说呢? As a layman 不需要用什么专家来跟你说 整个新冠完了之后,有多少事可以做,不是做索联 中国抗疫三年有这么大成效,对比西方死了这么多人 在这个人类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创举,甚至是不同的纪录 世卫组织就要去溯源,这是需要做的,但是那些重要是什么呢? 重要还是紧急呢? 所以我说你不知所谓,你做总案事,不如你让我做的 我也是不懂事,我也是乱来的 所以我都分不清楚谭德塞还是谭德塞 整件事,我不想政治化,不想引用外交部所说 你好像美国还没做完,我不说这件事 整个西方在这个新冠里面发现什么错误呢? 首先不要说对你们自己国内收入进行与病毒共存在这些错误的政策 在这个疫苗方面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对于一些发展中的国家,当时是狂抢、狂买 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 世卫组织、世卫组织是否说呢? 这些就是值得给这个所谓,索完这个是科学的研究 对不对?好啊 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你不放上桌子? 不是放在桌子上桌子 你又配合了美国的看法 对不对? 不断的就是 美西方还有一样东西 这位谭德塞,不知道是谭塞德的一位 我经常将他和病毒分不清的人物 我想问你一句 中国近这几个月之前 在完全放缓的新款动大清零政策之前 我们遭受了多少个不正确信息的攻击? 起势又在说中国的病毒是有问题的 现在是隐藏着所谓的死亡的数字 我们现在可以看病毒罐 哇,烧到七彩 哪里只死了这么少人 这些这样的信息病毒 世卫组织 是不是恃若无睹呢? 有没有说过一句公正的说话呢? 现在 好像全世界要担心 好了整个病毒 有没有和我们讨论公道呢? 之前说在春问里面 会死多少?二、三百万人 你世卫是不是应该做这些事情 如果你时间有限的话 如果你资源有限的话 如果你吸引眼球的 范围有限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做更加紧急重要的事呢? 索源已经交代了 根据中国疾痛中心 给了很多数据你 你世卫我都记得了 我不是专家 我都不需要用专家的角度来说 我也记得了 你派不同的队友去查 查完现在还讲 是一个很严重的冒犯 甚至于对全球福祉都有影响 你同不同意就大家自己去说 不过我都想打个讯息 在香港在三年之前 香港有所谓的专家 企图以图将这个疫情政治化 有人我不记得哪位了 恕我记忆力不好 你想想谈北塞谈我都很乱 我都不记得哪位专家 竟然在香港说很武断告诉大家 病毒是来自武汉的街市 诸如此类 接着有很多专家 配合到就是 画明画暗 说中国研发的疫苗 是得及美西方研发 我打的一定是打这些针 不知道 有没有人去举报这些 不正确或者甚至追究 还是说疫情过了 我也是回到我们的研究里面 因为我做科学 我们都不谈政治 就是这样就算了 香港还有多少东西隐藏呢 不是谭德塞或者谭塞德 这位这样的人物去说这件事 我都几乎不记得了 在疫情方面 有多少不正确的资讯 有多少不正确的看法 事实上 现在我们证明 中国的政策是非常有效 而且可以 是被 国际组织 拿去做 继续做研究 甚至是去宣扬 我们所谓的 那一套抗疫的方法 来补回 你也要找回 查找西方的 卫生 甚至医疗组织的不足 而今天你也在说 中国还有很多 数据未交代 这一句所谓的 筷子印性的说话 去周围全世界传播 比病毒更加可怕 好了 算我说一句 这个世界不需要有世卫组织 为什么这么说呢 灵感就是来自这位人物 这位人物就是 大家都知道 他相当有影响力 梅德韦健夫 梅德韦健夫 最近发表了一些言论 就是说 观察到这个世界 原来全世界 都有不需要乌克兰的理由 等于这个世界既然有不需要乌克兰的理由 所以我直觉来说 这个世界也有很多理由 不需要这个世界既然存在 因为最重要的事情 他不去做 而做的只是有争议性的事情 而有争议性的事情 是对我们中国的利益有损害 中国占14亿人口 中国是大的持份者 今次在整个疫情 如果不是中国把得定 爆了的话 全世界到现在 我肯定今天都没搞定 如此糊涂的一个机构 我实在内门 我不代表任何人来说 这些组织是否需要存在 当然 你说大国为重 我们国家不会说这些事情 但我需要说这些事情 整个世卫组织是如何 梅德卫会说 乌克兰将会消失 因为没有人需要他 我也同样的想法 世卫是不是可以消失 重要的事情他都不做 真的没有人需要他 这些法治中过得多惨 买药都买不到 被人抢了 这些事情怎么说回头 欧洲美国死了百多二百万 是枉死的 我们真的不需要他 首先说这个最新消息 为什么梅德卫继夫说 乌克兰可以消失 因为没有人需要他 在文中列举了欧洲 美国 非洲 拉丁美洲 亚洲 俄罗斯 甚至没有 乌克兰公民都不需要乌克兰 首先欧洲不需要乌克兰 理由很简单 因为欧洲已经支持基辅 但经历了金融和政治危机 乌克兰的难民涌入 欧洲的通货膨胀是飙升 高昂的能源费用 令到东西欧都不暖 如果乌克兰继续存在 未来欧洲不得不提供全部的支持和供应 那欧洲怎么办 这条数据就是欧洲不需要乌克兰的理由 第二 美国也不需要乌克兰 这个人会以为维杰夫所说 虽然有些美国政客利用乌克兰做宣传 但民众来说是不需要乌克兰这个地方 这个问题 这个议题 就不是地方的议题 为什么 因为你花了很多的公帑 就不是留在做美国的建设 而是做了一个战争 也都是 美国人现在不是好过 所以又说 究竟 美国是否需要乌克兰呢 在民间来说真的不需要 正限是需要的 另外 非洲和拉丁美洲都不需要乌克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地区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 所以 也不会关注到 为什么乌克兰呢 在这件事里 所谓的糾纏问题 第二 亚洲最重要的是 关乎我们的事情 亚洲也不需要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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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亚洲看到俄罗斯的例子 看到那些国家是怎样被利用颜色夹兵 来施灭对手 哪个国家 人都知道谁 如果这些国家不服从 便会面临结果 乌克兰是一个爆灰的棋子 亚洲没有人想做 所以今天中国有这样的影响力 为什么可以一言九鼎 为什么可以背着全世界的经济引擎 我们就需要和平 需要和平 所以将一些所谓动乱的因素 霸准因素 当然是乌克兰很不幸被这些黑手主控 真是为虎作残 真是不知怎样说 毛细达韦夫说 俄罗斯也不需要乌克兰 虽然俄罗斯是1991年被命名为俄罗斯的部分 曾经俄罗斯是乌克兰属于俄罗斯 但现在我们也不需要他 就是他这么说 梅特卫会还说 不要说其他国家 乌克兰公民都不需要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有4500万人口 现在只有2000万人留在他们国家里面 其他人都已经离开了乌克兰 任何安静生活的国家 如果你要追求这件事 乌克兰已经做不到 如是者乌克兰在这个星球 在这个地球里面都不需要 这是他的总结 当然了 看回很多留言 看到中文新闻的转载有很多意见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俄罗斯抗争民族主义 当然也有提到北辱东抗等等的事件 不过我觉得 首先用这个气派去说全球不需要的乌克兰 令我想起一位 即是讲了中国文化 又讲了中国文化 这位诗人叫郭抹药 郭抹药的新诗 很经典的名字叫神安 又是1920年新中国 中国准备探求自己的路线 这首诗以空怀全球的角度 向全世界文化 其实这个新诗的写法不是他独创 之前我听过余光中说 也有很多人用这个笔调 就是由中国去到俄罗斯 其他地方去到印度 然后再把目光投去欧洲 接着向美国请安、文安 接着这位诗人在日本海岸 触目世界 当时应该在日本 最后这位诗人又将他的视线 回复回到全球人民的关怀 所以回头卫夫这个新闻 或者他自己的社交文章 以虎视全球的节奏来说 就是《葛牧若新斯》 《神安》这一种气魄 甚至是《不调》一样 那我再加上他 若然一些世界的组织 如此糊涂 不分先后、次序、轻重、妄固 其他重要的所谓的逆性国 如果对全球在大流行中 有贡献的国家 肆意抹杀和基本上攻击的话 这些机构也不需要存在消失 我们不需要向民安 我们相反而要问责 尤其是在香港之前 曾经出现一些很政治化的事情 是不是呢? 或者涉嫌? 我不说是吧 事业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呢? 那些专家是不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究竟是不是他们的观点有错误? 还是他们的用心有错误呢? 我也很想知道 另外呢 疫症的事情 今天我们看到很开心 大家通关很开心 何时会有突发性的事情 我们真的不知道 有了这次教训 我们真的还有记忆 有新闻有记忆 也记得那些说话 第一个人说 病毒是来自武汉市场 是吃这个什么 真禽异兽 是科学化还是政治化呢?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需要投诉呢? 大家想一想 我又忘记了这件事 是谁我忘记了 所以我没有投诉 失了一亿 不知道是否有那些痛感冒失陆呢? 所以我影响了我的思维 但是香港人有记忆的 是不是? 所以说这件事 不是这么简单 民生无小事 流感也无小事 今次谭塞德 不知道是谭德塞 这位人物出来说了这些说话 我有感而发 但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附订石楼台会更加方便 我们也优化了视频课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 也可以看得流畅些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的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